自從我決定學廣東話 以及在我的blog上上載了一段廣東話的影片 已經有一年的時間 還想不到這麼快就一年了 今次我拍這個影片是想記錄 我在這個重要階段的階段 首先多謝每一個在我的影片留言 和支持我的人 你們的鼓勵令我更有心機學 雖然我的程度還是很差 但是我現在定時都會和人講廣東話 還有我開始了解到廣東話的深度 其實我真的非常喜歡廣東話 講的時候 和學習廣東話文化的時間都很好玩 說真的 巴西葡萄牙文 一直都是我最喜歡的語言 但是我覺得 當我的廣東話繼續進步 它可能更有趣 我學過這麼多語言當中 廣東話是最有挑戰性的語言 原因有很多 第一 我不是住在講廣東話的地方 因為這樣我更加需要和人溝通 第二 廣東話是口語 通常不會被寫下 所以改變了我學習的習慣 對我來說 題書對學習語言是很重要 在將來 我很期待去香港 到時我就可以好好地 私下我學過的廣東話 多謝各位留意我的進度 歡迎你們在我的頻道留言 等著你